欢迎回到海峡坪经济 根据大陆最新统计 14亿人口当中 湘民网友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8.29亿人 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湘民 大约有8.17亿人 这手机的普及 让拍美照变得格外的容易 相当外的商机也随之而发烧 有各种新兴的网红餐厅 持续窜起 当中最流行的就是这一款了 有招财猫 吸引妹妹们到店里面来拍照 这些猫猫狗狗深受大家的喜爱 这是一家 养着13只可爱扫猫咪的咖啡厅 逛街民众透过玻璃橱窗 可以看到店里的可爱猫咪 他们档案跟照片都挂在墙上 有加飞猫 有苏格兰高地 一共5个品种 这个是几只 就是面包的吗 不要 来 起来一个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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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了 好像没那么生 他们有时候会偷吸管 13只扫猫性格的差异非常大 有的大胆活泼经常跳到顾客的桌子上 有的懒散胆扫整天昏昏欲睡的模样 特别是被懒疑人比较爱发呆 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就可以 这个工作一直坚持着 他就不会动 你吹太多烫 静电洗手消毒之后 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猫咪通快玩耍 咖啡厅分为两个楼层 里面有很多的猫屋跟猫爬架 尽管养了很多猫 但会定期的拖地 吸尘打扫 相当的整齐干净 咖啡厅装潢的风格以猫咪为主题 文创当然也跟猫咪有关系 既烘托了餐厅的主轴 也是咖啡厅的利润来源之一 苏勇为了让猫老大锅的舒适 花了两万块人民币 也就是九万台并左右 购买了各种猫爬架 另外也帮猫咪们 定做了一个五平方米 也就是一瓶多的小窝 尽管是如此 猫老大们难免还是会搞一些小破坏 这猫平时它会磨爪子 然后就会在上面去抓 就会把这些皮什么都抓坏 主要店员用碗敲击桌面 发出了进餐的信号 猫咪们就会聚集过来吃猫食 吃得好 睡得饱 天天被爱猫人士所宠爱 这些尖多试广的 高颜值猫咪不怕生人 顾客点一份饮料 画画手机 跟可爱的猫咪们度过悠闲时光 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放松啊 很舒服 他们家们都还挺乖的 被大家宠这样 猫咪们难免傲娇性格冷淡 苏勇贴心地准备了豆猫棒 让顾客开开心心跟猫咪玩耍 顾客进店豆猫 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 但是必须要点一份甜点或是饮料 售价大概人民币30块左右 这样的价位对爱猫远去来说 不算太贵 广季一般会接待200多颗了 淡季的时候100多位颗这样 好赞 可以用猫还可以 这环境也很不错 这家咖啡馆还提供 另外一个特别服务 就是为顾客在咖啡上 勾勒出猫的形状 定员只运用了牛奶跟咖啡 两种原料 就可以在短短一分钟之内 画出栩栩如生的咖啡毛 因为你猫要画得生动形象一点 就平时生活中要 就对猫要了解一点 观察一点 然后平时要练手一点 就自然手能生巧 厦门另外一家网红咖啡厅 同样是生意火爆 它会在厦门地标双子星大厦内 透过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 厦门大学 鼓浪雨 延武大桥 等厦门的地标景点尽收眼底 由美食跟美景相伴 让人舍不得离开 人都喜欢各种找 网上搜那个网红店 我们差不多一天 最多接过200多人 除了武迪美景 这家咖啡厅的装修风格 也很有特色 从天花板到墙壁家具 以及沙发的靠背餐具 还有花墙都是粉红色的 满满的都是少女情怀 太粉色 满满的很漂亮 这很漂亮 很可爱 然后粉色的 咖啡厅里设有各种 网红拍照的背景 像是海滩球 粉红色的沙滩 挡鞦签等等 业者还很贴心地提供了自拍棒 以及各种帽子 眼镜等道具 头饰 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大拍美照 因为这边比较适合女生拍照 刚好今天是那个小孩子 12周岁过生日吧 然后他在抖音上面看到的 他跟我讲说 这个环境挺好的 然后就过来了 玩累了也要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 这家咖啡店里的饮料甜点 同样是粉色系为主色调 说我们的店主要是想说精致一点 拍照好看一点 不论是猫名咖啡馆 还是主打粉色系的拍照风 在这个主打视觉系的年代 新兴世代的创业风格 总是令人眼睛一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